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6日 星期六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 我们首先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导 中共央行最近卫保人民币汇率 使出多个非常手段 但却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压上全部筹码的豪岛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已经贬值6% 日前 路透社引述3名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人民银行为阻止人民币下跌趋势 开始限制国内企业换外汇 如果要换外汇超过5,000万美元 必须获得央行批准 财经数据库就此发表评论说 央行敢是走钢线 人民币大跌才是刚刚开始 文章分析说 央行眼看着用市场化手段 拉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够 现在动用非市场化的行政手段 将超过5,000万美元以上的 扣匯审批权收归人民银行 拉长审批 延迟换外汇 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 但央行用上这一招 反而说明市场本身的力量太强大 即使是一国央行也无法对抗 只能不讲规则了 换句话说 央行此举曝光 官方自称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实际只是谎言 相当于《三国演义》中 张飞在长板坡拆了长板桥 反而曝露自己实力不足 财经数据库认为 央行此次不讲规则 动用行政手段 除了曝光实力不足之外 其实没什么用 封住一个换匯的口 还有无数其他的渠道 贸易本身 就是资本流动的重要渠道 除非完全停止对外贸易 否则 根本不可能完全禁止资本外途 资本外途持续 央行外汇储备不足 经济下滑 人民币下跌亦就无法押止 就在路透社披露 央行限制换匯的同一日 央行宣布 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 在北京召开 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 会议强调 金融管理部门有能力 有信心 有条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该出手时就出手 坚决斗篇、坚决处理、坚决防范 财经制媒体老门评论说 央行作出这样杀气腾腾的表态 是要恐吓外汇市场的做空力量 但毫无用处 我个人不知道 对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境外做空力量 如何处理、防范和杜拙 难道是要跨境捉人吗? 不僅无用 央行此举更曝露了自己的底线 这就是必须死守某个既定的人民币汇率点位 这是央行的政治任务 老门说 央行在开这场会议当日一早 就拼命全力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维持汇率稳定 抛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的美金 而在会上又做出那么色例内任的恐吓 结果曝光自己的底牌 我已经很多很多年 没见过这种愚蠢的操作 央行这些说话 对做空离岸人民币的角度势力来说 不僅毫无威胁 并且令大家摸清了 央行一个7.30点位 就揭施抵你的底线态度 以后央行就是提款机 老门判断 现在进入了央行拼命自救的阶段了 他的自救手段非常单一 就是两招 一是在离岸外汇市场恐吓人 二是在国内放任国企和政府多借贷 姑且看看这种自救手段能够挣扎多久 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 已经两个几星期没有公开露面 谣言四起的同时 不单美国政府得出结论 认为李尚福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 越南官员也透露QK事件 加重李尚福失踪的谜团 而美国驻日大士伊曼劉 就再次说笑话李尚福隐身 以他或被软禁 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推断 李尚福已被解除职务 并职症接受调查 另外据路透社报道 李尚福原定在9月上旬 要和越南国防部长 在中越边境举行会议 但是他就临时不刻出席 导致会议压后举行 而中方外交部给出的解释是 李尚福身体欠佳 才临时取消行程 消息是两名越南官员透露的 李尚福原定9月7日至8日 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举办的 防务合作联道会议 但是北京方面在活动前几天通知河内政府 部长因为健康原因 不会出席 会议因此推辞 美国官员表示 华盛顿知道李尚福取消了和越南的会面 因为拜登上星期访问河内 双方签署了历史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9月15日上午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劉 在X平台 再度封刺李尚福的失踪 他发帖 第一 李尚福已经三个星期没有音信 第二 他没有出席越南之行 现在 他又缺席了和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议 因为他被软禁了 他开玩笑说 好消息是我听说他已经还清了碧桂原房地产开发商的按揭贷款 他引用沙士比亚 在王子福寿记所写的台詞说 这里有点古怪事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表示 李尚福在秦江之后没多久就失踪 这么说明中共高层政治对外界来说是多么神秘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根本不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 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发文说 黑商政治总会有蛛丝马跡可尋 特别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海外媒体记者的回应 足以证明李尚福失踪绝对不是空越来风 毛宁没有斥责谣言 只是回应说无法理解你所提及的情况 如果李尚福平安无事 毛宁完全可以直接回应 不需要遮遮掩掩 闪闪避避 现在终于瞒不住了 又以身体有病来推躺 堂堂一个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说不见就不见 说明二十大之后的中共政坛 依然是腥风血雨 刀光剑影 还有人说说 一共五个国务委员 现在病了两个 外长 房长 是政府最重要的两个部长 健康情况不好 那就结束了 那说明我们的领导身体质素都不行 经常有病 这个位置看起来比较伤身 如果王毅再出事 那就短短两个月内 五个富国级出事了 包括秦刚 李尚福 魏凤和 张友合和王毅 大乱在绩 有眼的都看得见 中国人权律师劳思慧在今年7月遭到老窩警方拘捕 已经在上星期被老窩政府送回中国 对华援助协会始创人傅希秋 14日对自由亚洲表示 劳思慧在老窩的律师 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 和负责案件的老窩公安部的高级官员通话时被告知 劳思慧已经和其他50名中国人分别乘坐两部汽车 被遣返中国 中国驻老窩大使馆在11日 曾经对老窩公安部发出官方文件称 在3日 劳思慧因涉嫌透越国境罪 被四川警方批准刑事拘留 中共公安部要求老窩将劳思慧移交中方 傅希秋对自由亚洲表示 没有想到在这份文件发出之前 劳思慧早已被送回中国 他对此感到震惊和失望 他说 老窩政权无视国际人权法律 违反禁止雄型公约的国际法 协助中共遣返有名的和最有良心的人权律师 劳思慧 最终令劳思慧落入中共手中 傅希秋强调 对于热爱自由的社会和国际人权界来说 输了这场战斗是一种耻辱 对华援助协会决心继续为劳思慧而战 直到劳思慧获得自由 另外 在13日日本香港民主联盟 对话中国日本分布 中国民主党日本委员会等 多个组织的代表 前往东京都港区西麻布的老窩 驻日本大使馆外请愿 要求老窩当局 确保劳思慧的人身安全 并且停止遣返程序 立即放人 劳思慧曾经为709案被捕律师 和成都六四走案被捕者辩护 2021年他因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 吊消律师执照 今年7月他离开中国 原本打算抵达泰国后 飞旺美国和家人团聚 但在老窩过境期间被当地警方带走 我们来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近期率团访问俄罗斯 普京会向金正恩要求提供军火 已经在外界意料之中 不过克里姆林宫直至9月15日 还一直对外宣称 俄罗斯没有和北韩代表团 签订任何协议 并且在短期之内也没有这样的计划 但乌克兰国防部就踢爆 俄罗斯已经在一个半月前 就开始接受北韩供应的火箭弹等 北韩生产的武器 落俄罗斯和北韩的面 有分析认为 俄罗斯和北韩军事合作升级 中共是大输家 乌克兰国防部属下的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 布特洛普准将日前接受 乌克兰之声採访的时候说 俄罗斯已经在一个半月前 就开始接受北韩供应的火箭弹等 北韩生产的武器 两国签署协定 并且开始由北韩入口武器 同7月27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在625战争休战70周年之際 访问北韩 要求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 炮弹的时间吻合 一名乌克兰军方炮兵指揮官 还向《金融时报》表示 北韩的炮弹大部分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制造的 失效率高 并不受欢迎 一位Grad 多管火箭发射器操作人员指出 北韩制炮弹的可信度極低 偶然还会不受控制 不能太靠近发射器附近 据了解 Grad 是可以在20秒内 最多发射40发122毫米炮弹的 多管火箭系统 亦是安装在货车底盘的自行火炮 北韩、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 都使用Grad 多管火箭发射器 这样乌克兰军方 为什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呢? 乌克兰国防部官员表示 他们在战场缴获了北韩提供给俄军的炮弹 就像坦克装甲车一样 也有战场的乌克兰指揮官表示 有些是在转交给俄罗斯之前 通过有帮国拿到的 俄罗斯炮弹年产能是100万至200万枚 但是俄军自去年2月底进攻乌克兰以来 但是去年一年推测就消耗了1,000万至1,100万枚炮弹 有网友表示 俄罗斯和普京要向一个连货车都靠燒木材驱动的国家 入口武器 这场仗还需要打吗? 这明显是拿俄罗斯人民当是同场贴壁 南韩高官也确认 俄军早就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北韩武器 而南韩方面也不会改变 向被入侵的乌克兰援助杀伤性武器的立场 南韩政府会持续密切关注俄乌战况 和乌克兰方面就他们的需求进行磋商之后 再研究现行援助乌克兰专案 是否有可以补充的地方? 美国政府已经敦促北韩 遵守不向俄罗斯提供 或出售武器的公开承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1日表示 北韩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不是社交聚会 而是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乌克兰的战争 进行了18个月后陷入了絕望 而且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产生了效果 普京在维持军事努力方面遇到困难 因此寻求北韩的帮助 美国将密切关注这次会议的结果 除了美国南韩 新任日本外母大臣的上川洋子日前也警告 金正恩和普京会谈 可能达成违反聯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相关决议 全面禁止向北韩采购武器 以及相关物资 对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日本还继续要求北京 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市政评论人士杨威分析 9月13日 北韩说金正恩和普京会面 是历史性会晤 而中共的反应就相当冷淡 外界担心 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可能加紧联盟 目前还只是北韩要投向新主子 中共就如坐针毡 但是又需要俄罗斯和北韩一起反美 律师韩年潮博士在X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有人说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令中共、俄罗斯和北韩正式结成了俗心过 但是他觉得目前他们只是个 意识形态的邪恶联盟 组织上远远未成形 至少习近平因为需要战略机预期而不敢 目前重要问题 不是肥仔金是不是会向普京提供军火 而是普京是不是会向肥仔金提供大规模 殺人武器技术 慫恿肥仔金挑衅美国搞乱亚太 另外据乌克兰情报人员透露 基赴国家安全局和海军使用巡航飛弹 以及无人机向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动攻击 出毁了俄罗斯S-400海船防空系统 这套防空系统价值12亿美元 据当地居民指出 爆炸发生在14日凌晨5点40分左右 在军事基地附近见到浓烟霧出 S-400防空系统是冷战时期S-38系统的升级版本 在2007年开始服役 可以摧毁飞机和弹道飞弹 S-48海船防空系统是俄罗斯最先进的远程 和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 莫斯科政府并未直接回应该事件 而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官员 并未通报军事设施或防空系统損卖的消息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斐里诺 星期四14日在会见菲律宾总统后表示 根据两国之间的联合防御协议 美国军队可能会进入菲律宾的更多基地武装部队 路透社消息 菲律宾批准另外4个地点 靠近和中国发生潜在危险的敏感地点 3个向北面向台湾 1个位于南海的南沙群岛附近 今年较早时候 菲律宾将美军可使用的基地数量增加到9个 其中一处距离台湾近400公里 目前再加4个 共13个 新加坡《海峡时报》亦报道 美国与菲律宾计划 升级台湾附近的机场和海军基地 美国与菲律宾这两个盟友 在与中共关系紧张之際 加强了防御态势 菲律宾正在寻求美国的帮助 已在卡加盐省北部的 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 修建码头并修复机场 路透社报道 美国司令阿辉利诺表示 他和菲律宾布鲁纳中将 讨论了根据增强防务合作协议 进一步扩大美军可进入的基地数量 而在8月底 美国军方在菲律宾最北部 偏远倒序协助开发民用港口进行谈判 这个民用港口位于巴坦群岛 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 这些倒序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 被认为是西太平洋和中国南海之间 如同烟喉的关键航道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